- 金融危機同演變政治危機 坦克現身中國街頭 二十大結果提前洩柔 習近平能否連任將在10月曝光 雲南評分男孩獲捐贈70萬 被報僅得500元 網友欺詐 林志穎駕駛特斯拉 發生嚴重車禍 家人召開記者會 普京打不下了 改好了 報 俄軍遭10世紀慘敗 已成空殼 爛尾樓現象在中國一直存在 但是今年7月 集中爆發的業主宣布斷供事件 令爛尾樓和房地產市場衰落 再次成為社會焦點 目前網上不完全統計顯示 拒絕支付貸款的業主已經設計300多個樓盤 北京 重慶 廣州 深圳 上海 天津等重要城市都被波及 目前 銀保監會表示 會採取撫衛措施 但是具體行動尚無細節 稍早前 彭博社透露說 中共當局放軟身段 允許業主暫停支付貸款 聽起來風波似乎正在平息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更糟糕的事情正在醞釀 財新網7月19日 一篇英文報導指出 數百家與地產相關的供應商也表示 沒有能力繼續償付貸款 目前 問題已經不僅是房地產危機 銀行業危機 以及金融危機迫在眉睫 中國經濟學家程曉農 在《政經》最前線中分析說 中國經濟走下坡路的第一塊股牌就是房地產業倒下來 第二塊股牌就是和房地產業共融共苦的銀行業 現在中共最怕的就是這第二塊股牌倒下來 但要解決爛美樓問題 就必定傷到銀行界 就會有一批銀行倒閉 所以中共現在就是竭盡全力 想把房地產泡沫造成的金融泡沫糊住 不要破裂 程曉農指出 地方政府受房地產衰落之苦 財政收入大減 連深圳上海都大幅裁減公務員工資獎金 甚至要把以前發的獎金扣回來 要解決爛美樓問題 全中國各地都指望中央拿錢 但中共中央財政的錢袋子 已經要補貼二十多個省市了 還要負擔軍隊警察的開支 中央財政已經很艱難了 經濟學家李恆青20日 在自由亞洲發表專欄文章說 普通的經濟危機只涉及特定人群 但金融危機涉及所有人的身家性命 沒有人能倖免於難 因此 金融危機常常引發政治變遷 他舉例說 1997年 亞洲金融危機 使韓國 泰國和印尼政府倒台等等 李恆青認為 爛美樓斷供浪潮 已經由經濟事件變成了政治事件 中共一直以為 能用錢買政權安全 但當金融危機大爆發 它沒錢了 就惶惶不可終日了 最近推特上幾個視頻顯示 中國某城市坦克開上街道 有人提到 這是在山東省日照市 也有人說是河南 年代向前看節目提到這個新聞 猜測可能是中共要恐嚇參與斷供革命的韭菜 日前 中共大外宣開始放風 稱習近平連任結果將在10月出爐 而習順利開展第三任期的可能性極大 專家認為 事情極不尋常 疑似涉及了輿論戰 親共港媒《南華早報》18日報導 中共邀請法國 德國 義大利 西班牙的領導人 在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後的11月來北京跟習近平會面 評論人士岳山認為 此事間接證實 習將獲得第三任期 新聞看點主持人林牧陽說 這明顯是在暗示習會成功連任 雖然中共外交部稱四國領導人將到北京是假消息 但《南華早報》19日堅持觀點 並引述消息人士說法 稱習近平需要連任的加冕儀式 讓世界領導人負經致敬 岳山說 事情非常不尋常 《南華早報》敢這樣做 或許與江派勢力有關 李牧陽則認為 如果是假消息 可能涉及中共內鬥 而製造這個假消息 嫌外之音是 讓外界看到習賴在位子上不走 給習製造難堪 激起更多人反感 甚至促成更多人倒習 從而達到把習近平拉下臺的目的 中共外交部21日宣布 已邀請印尼總統佐科威25、26日訪問北京 預計與習近平、李克強會晤 時評人士陳破空 對此分析 在歐洲落了個空 習就找中間方案 要印尼總統站臺來顯示連任親親 但這顯然是習心裡沒把握 認為北戴河二十大有變數 因此 採取主動進攻 他請印尼總統來告訴外界 說他連任是穩的 對內說 有外國領導人為他站臺 此外 網上廣泛流傳一份關於二十大人士的入常定案名單 顯示習留任五年 李克強人大 汪洋總理 丁薛祥和胡雙華進常委 團派大勝 習威勝 岳山認為 名單出爐的節點惹疑 但內容不離譜 這算是習派和反習派在放風的各類消息中的折中方案 與習家裡上的傳聞相比更靠譜 大陸雲南省貧困山區一名男孩 四年前因一張讓人心酸的照片引發不少好心人捐贈 最終獲捐款70萬 但有人在網路上曝光 稱該貧困男孩僅到手500元 對此 當地教育部門回應稱 該男孩一家共得到8000元 而不是500元 有網友看後氣憤地說 還有臉回應 那些畜生真的是無法用言語形容了 回應 錢給了更需要的人 例如 領導了 這就是貧窮的根源 也有網友說 中國壟斷慈善 一搜一大把文章 總之 官府就是要厭過拔毛 而且 不許老百姓有自己組織 被韭菜發現沒了黨更好怎麼辦 教育局要收管理費 否則領導們吃和嫖賭的錢從哪裡來 公盟創始人 新公民運動發起人的許志勇說 每當天災人禍 中國人自發組織熱情奉獻之時 總會有一隻黑手出來阻撓 許志勇表示 在汶川地震救災期間 紅十字會總會共提取管理費100多萬元 全國各級紅十字會從地震捐款中到底收取了多少管理費 至今仍是個謎 2017年爆發 民政部腐敗窝案 涉及部長李立國以下14名官員 許志勇指出 他們貪污腐敗 把慈善當敛財工具 22日 知名藝人林志勇 駕駛特斯拉 在臺灣桃園發生嚴重車禍 引起各方關注 據臺灣多家媒體報導 7月22日上午10時50分 47歲的林志勇在桃園市盧竹區中正北路 她開著白色特斯拉 Model X載著兒子 從盧竹區中正北路往桃園方向行駛 途中創造路中間機車封隔島 車輛起火燃燒 幸好 路過民眾建議永迴 將林志勇和幼子拉出 林志勇父子幸免遇難 林志勇傷勢嚴重 一度卡在車內 被現場民眾從車內拉出後脫困 而坐在副駕駛座的幼子則是臉部擦傷 受到驚嚇 警察對駕駛室實施呼氣酒精濃度測試 其酒測池為零 並未有酒後駕駛事情 據台媒消息 林志勇目前仍清醒 顏面骨折 頭部受傷 肩膀的弓骨 粉碎性骨折 還有輕微的腦受傷 目前準備在林口長庚醫院動手術 林志勇經紀人回應媒體說 目前父子二人都在醫院觀察中 有進一步消息 會再回覆 林志勇的弟弟林志勳 與他的親戚人 當日下午5點30分 專門召開記者會 出面感謝各界的關心 林志勳說 感謝將林志勇與他兒子從車中救出的好心人士 台灣就是有這麼熱心與勇敢的民眾 讓林志勇能很平安的到醫院接受治療 林志勇父子病情相對穩定 接下來二三天是重點 後續也會利用聲明稿等方式向外界說明 眾多網友對林志勇遭遇事故受傷感到痛心 許多網友則對林志勇弟弟專門為此開記者會 表示感嘆和驚訝 感覺現在公眾人物都很少會開記者會了 這種形式其實比網上一條聲明更真誠 大陸一些社會事件 是不是也應該像這樣 開記者會 回應大眾關切 這才是澄清謠言的有效方式 英國秘密情報局局長稱 空壳俄羅斯遭慘敗 烏克蘭有望搬回勝利 根據LBC新聞報導 英國秘密情報局局長李摩爾23日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美國阿斯彭安全論壇中說 俄軍遭史世紀慘敗 快沒力了 因此普京部隊可能不得不很快暫停攻擊 摩爾分析 這對烏克蘭來說是個反擊良機 烏克蘭人的士氣不僅高昂 還獲得了越來越多的精良武器 因此有很大的獲勝希望 反而是俄羅斯入侵者開始失去動力 摩爾認為 現在說中共將從普京和烏克蘭的事件中吸取什麼教訓還為時過早 但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像鷹一樣 時刻緊盯 儘管在軍事援助方面相當保守 但中共正在通過購買石油來幫助俄羅斯 根據摩爾的說法 隨著冬季的到來和天然氣供應的壓力 烏克蘭的反擊可能會在整個歐洲傳播利益 對此 英國秘密情報局必須在烏克蘭問題上強硬起來 不僅要幫助烏克蘭人贏得勝利 還要佔據一個有力的談判位置 據美聯社報導 俄軍14日在軍車上防守烏克蘭南部梅利托布爾附近的農地 天空新聞21日報導 摩爾說 近來俄軍攻勢雖有些進展 但只推進了幾英里 真正攻佔目標時 僅剩空殼 英方評估顯示 在接下來的幾星期 俄羅斯會發現難以補給人力和物資 烏克蘭部隊也估計 俄羅斯已使用55%至60%的戰前高精準武器庫存 並由於西方對俄制裁 莫斯科將難以補充這些武器 儘管俄軍在烏東頓巴斯的攻勢有進展 但摩爾說 對於下令侵略烏克蘭一事 俄羅斯總統普京遭受了戰略性挫敗 暫時 俄羅斯總統普京遭受了戰略